群徒步 哇 徒过多久了 230多天 230多天 嗨 杰克现在在喀什的八楚县 咱们今天去阿阿克苏地区市中心大概就230-40公里 去之前先吃个饭去吃这边的烤肉 现在到了这边比较出名的一家烤肉店 不是有句话吗 说全国的烤肉 看新疆 但是新疆的烤肉 又看八楚嘛 他这家烤肉店的生意太好了 我在里面起码等了半个小时 到40分钟 然后才上 又点了30块钱烤肉 本来还点了一个馕了 但是他们忘记了 里面人太多 我也没有提醒他们 吃完30块烤肉马上走了 现在都快两点钟了 饭点 所以特别多人 我们赶紧出发去阿克苏吧 不过这边的烤肉确实蛮好吃的 刚才刚出发的时候阿 我发现淡黄的那个动力有点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开四档我肯定能油温拧拧拧突然之间就感觉没动力 但是它发动机又很响感觉空轰一样 这是少问题 是输油的问题 还是什么油温线的问题 但是我开了一段之后出来之后 这个后面一段又没有这种问题了 全途步 哇 出了多久了 230多天 230多天 一天能走多少 一天走60多年 一天走60多年 那你的目标是沿着二阳走逐步一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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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三个吧 三台多大的 南华的话他们走程是内路不快的 走平均线要慢 没有 你出发就带了吗 这个是300公里的一个车站 哇 这个是在西上里的车站 哇 两条路是跟上你的 对 哇 他们也很能走啊 这个你是给他包上吗 他自己的爪子都包上 哦 我们都包了给他包上 那一路啥正门大家知道吗 我现在这么多 不对 那一路下60公里 早都不一定吧 哦 60公里都能脚到 那不一定 所以说我要说一定可以动 哦 你没这样门可以动 我说带门的车位全部都没有在小门过去 对 太重了太重了 然后就直接 空身子过无人去 就带个桌子 哦 哇 那你在无人去 过去睡那个 桥栋下面吗 有些有房子 没有 房子你就只能睡成了 桥栋我 桥栋我睡了 哦 太厉害了 走进到现在无人去吧 帐篷的五六 哇 那你现在帐篷赢了 还有睡袋吧 睡袋没带 那你用什么保温啊 我就穿衣服啊 我就 做一套 可以靠脚呢 那你走那段 阿里那一段 还有心脏线 无人去那段 不会太冷吗 那个时候不冷 几月份 也就半个月前吧 半个月前 晚上应该到 我们下好几度了 一架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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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不着 睡不着直接起来走路 哈哈 那你现在天气多少天 我说七天住两次 哦 就三次 那你今天要走到哪里 八点多 八点多 我本来说要多 反正你看到 大概八点 然后路上我住了 那你计划还要走六百天 六百天多了 刚才三分之一过了 现在六点半了 我就买的东西 站好 对 不耽误你了 你赶快往前走吧 我这个车烧汽油的很快的 最快能开多少 这个车平路的话八九十没问题 如果下坡的话一百人才过 你们两个走了 你们两个走啦 哈哈 你们要跟我走啊 啊 这个狗狗应该走累了 他不想走了 一天走六十公里啊 两个狗狗都累了 你看那一条狗狗走了 你不走啊 你要跟我啊 我带不了你啊 快点跟上啊 快点跟上你主人啊 哇 那个狗狗他沿着这个白线走啊 哇 那狗狗超级聪明 因为这个涂了白线的比较光滑 没那么粗糙 对他的爪子伤害没那么大 所以他就沿着这个白线走啊 哇 太聪明了那狗狗 走吧 咱继续往阿库族速区出发 那广西哥们太厉害了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镇子啊 这里你看有这里把风挡住了 可以休息一下 不然在那个镇子外面的话风很大 有点饿了 吃块巧克力了 你们看这个路边 那里有一坨棉花 那前面有零零散散的也有一点棉花 有时候在国道的路边 哇好多棉花 看来新疆棉花 物产丰富 啊 我一停下来又熄火了 没有了 这香油 5454 刚好跑了130公里 刚才加的满满的 刚才加的满满的 我不知道是啥问题啊 从西藏下了高原之后 我就高油耗了 现在里下一个加油站 没有 17.2公里 哎 没办法 老师加油吧 刚才说的路边有很多新疆棉花 这路边是不是就很多 我已经把油加完了 先来看一下机油量正不正常 机油量是正常的 不过我这次太懒了 都快3000了 得赶紧换机油了 加油加油 这边这个油壶还比较专业 但这个口也很大 要慢慢的加吸取 昨天的教训 不然浪费太多了 加油的油壶还是西藏那边的好用 我刚才备用油加了不熟啊 都夹到这里显示三四格了 但是只跑了14公里 来到这个加油站 加了三升油 就差不多说明 备用有了差不多耗空了 前往酷车 今天出发有点晚了 剪片子耽搁太久了 现在已经下午2点了 今天要跑接近300公里 所以还是得加速 路上不能休息太久 加油加油 这边还是蹄湖加油 烧水湖 摩托车不能开进去 这边就过啊 都比那多满路熟悉的烂路 又在煎扫 竹子耽搁太久了 继续小竹 不好意思 对 bus 有红路熟悉的烂路 為了 有简直到它 就用一只蹄交换 放开 好好 音樂 包掉了 要重點綁一下 这边阿克苏的加油站 摩托车都不可以进去加 踏实有些地方就行 这边又要提壶加油 现在加这油壶特别好加 刚才跑了110 我要了22块钱油 就接近三升 这也7块39了单轿 92号 我感觉起码多出了500毫升 所以今天的耗油量又稍微小一点了 赶紧走吧还有168公里 现在都4点半了 赶路赶路 这边还是有点冷啊 今天阴天 所以还是带个手套 那边是往外城城里的 我们不去外城城里的 直接去阿克苏 现在因为出发慢了 还有就是一路经常要加油 这边加油又特别费时间 所以就一路上很少停下来休息 因为今天跑今天300公里啊 而且今天路很多车就跑5块 你看这边这条香尖小调 还是蛮好看的 然后是再过来建筑 完全黄了 哇塑很美啊 现在走到这条 是新疆的一条省道 现在快到6点钟了 太阳快下闪了 写一会赶紧走 刚才在这里加20块钱 跑了110公里 又很多出了300毫升左右 这边是独库公路 扩查这边的起点 可惜独库公路疯了 这边超重观 超级超级多货车 这条路全是大货车 整一座整一座大货车 咱们就从旁边走就行了 看一下我在库车的住宿 这是一个青年旅社 库车是旅游城市 终于有青年旅社了 这个是八人间 一二三四 四个山下铺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住 35块钱 所以在这边 住宿费能省一点 相当于我自己个人的房间 因为现在独库公路已经封了 这边已经是淡季也冷了 几乎没有客 我感觉可能整个情绪 就只有我一个人 我就睡这里 长弹被套我已经自己掏好了